大家注意看,咱们有很多家人们,在家炒这个蝉蛹,都是霹雳啪啦直崩,整地心情那是乱糟糟,今天我来教你正确的做法,一点都不崩,可好了 18块钱一斤的蝉蛹,冷水下锅,加上大块的葱和姜,去腥的料酒,一小勺精盐,开锅之后转小火煮8分钟 煮好之后把蝉蛹捞出来,用厨房纸巾擦干水分,锅烧热不加油,把蝉蛹直接下锅,小火慢慢的去炒,大约需要8分钟 不知不觉已经分享了几百道家常菜,一直都没有收到过您的小同心,上一个视频真的是太惨了 家里面还有三个儿子在养,今天就给点一个吧,拜托您啊,把蝉蛹炒干以后,加上半勺的食用油,小火再炒三分钟 把蝉蛹炒的焦香酥脆了,只需要加上这一种调料,现在都是9块96代,还包邮到家,用它去做椒盐大虾,排骨,腹豆啥的,都特别好吃 最后加上少许的高度大老散,才是酥脆不回软的关键 这样炒的蝉蛹焦香酥脆还不疯,喜欢的你也点个赞,收藏做起来吧